情歌王子变了痒!51岁张信哲瘦到65公斤,脸凹下巴线全出来了,粉丝吃一惊! 情歌王子张信哲6日成功举办歌时代2,北京演唱会,欢欣开红酒庆功,此次为了现场录音开场,他每天在住处木栅的山间快走90分钟,将体态减到65公斤,呈现好气色。 张信哲邀请莫斯科交响乐团与北京音乐厅举办两场歌时代2,北京演唱会,台前幕后共300多人,创下该管有史以来最多工作人员的演出,为了录制歌时代2,黑胶,张信哲提出现场录音的疯狂概念, 也因此早在一年前,连新珍级永恒都还未完工就开始前制作业,可说是蜡烛两头烧,要考虑很多东西,前期准备到快死掉。 张信哲北京开场 张信哲感恩演出顺利成功,表示自己全力护唱尽了力,疫苗,中医,运动,忌口都用上,近四个月不碰辛香料,不喝气泡饮料等刺激性的东西,还熬过了过年最容易脆弱开吃的大关, 异力惊人,每天还在我家附近快走,绕正大,河堤,山路,边走边听演唱会曲目,一圈走完刚好90分钟,就是演唱会的长度,既歌也练气息。 年纪越来越大的张信哲,从没想过用什么方式退休,我都老扣扣了,也不需要华丽退场。 想法随性的他又说,只要我还能唱,就会继续做音乐,出唱片,但不见得会出来做宣传或学会。 被问到看好哪些新生代歌手,大陆的华晨与他相当欣赏,赞他有想法,参与很多音乐制作,对于表演有很多方式,台湾的部分他则觉得周星哲,Eric,很不错,他赞Eric很年轻且有真材实了,而且作品真诚而不炫技。 问集会不会担心年轻人没接起棒子?张信哲直言,也要他们自己来接啊。